建樓剛才都不夠用 所以他們的產品就不愁沒地方銷 只是我老是問這個問題 我說你們想上股市幹什麽 不是來圈錢你想幹什麽 他們就想要上股市 我見到也沒搞明白 然後公司的銷售額是相當大 有個150個億人民幣的銷售額 這是做天文數值 所以我跟這邊證券的一些搞證券 他們認為這個東西應該直接上哥倫多主管 然後應該用最大的三個金融 因為我公司的董事有一個董事長 董事長是在背需時間很長 公司可能要到北美來上股市 因為北美的股價會更高一些 很多基礎含量或者是有一定的市場 證券市場比如說鋼鐵廠 它這個產品供應求的 那就是一個很好的Storage 要集資要擴大 至於擴大不擴大我就不知道 這個方面我不一定爭取去做去 所以我就說想提供一下大家 什麼東西是可以去考慮的 然後呢 就說人家給你一個水果盤 給你自己用自己的腦子去想 我為什麼選這個不選那個 實際上這個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想要去找投資商 第一把自己放在投資商的角度上來聽我講 我怎麼能夠說服他 這個角度要去想 如果說我要去找個合作夥伴 比如說我市前衛跟我關係挺要好 那是私人關係 那如果我現在要開個公司 我要怎麼說服他 那我第一把自己放在他的位置上說 哎呀海星人認識幾年了 但是一起做生意是兩回事 那你怎麼說服我 然後這樣之後呢 你要講的面面俱到各方面 所以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我想不用再帶頭時間 因為那個雷總已經把這個 該說的都說了 我只是一路一下 謝謝我們秦總 這個很精彩 大家都新年津津有味 下面我們請這個協會會長 這個史清衛博士 他呢也是 也是來了很多很長時間 比我到兒童業上班 比我還早 所以的話呢 他現在給大家介紹 他跟他在洋人公司一起 合作創辦 這個他的經驗是非常unique 所以希望大家喜歡 謝謝 謝謝大家 剛才呢就是 我們有十二個老子 已經跟我們講的那個 他們不同的辦公司的經驗 有很多共同的特點 也有很多共同的經歷 他們可能也得出一些個共同的道理 那麼現在我呢就是要讓大家想著 為什麼大家有不同的經歷不同的時間 但是經驗是一樣的 那為什麼是一樣的 我在做這個slide的時候 我想到了就是 因為我們已經有三個老公家 我就沒有要點重複 肯定是一樣的經驗 那麼我怎麼樣呢 講一下 就不同的走 所以 那我就想到就是 我們的會員呢 他是有正在找工作的 也有已經是CEO 就我們這個會員的這個範圍很大 我們必須要考慮到每一個人去 雖然今天我們主要講這個 創辦器 但是我也想到這個 我們這個 比較年輕的 就他現在還沒有這個門利 創辦器 可能正在想 可能是想十年以後吧 那麼現在應該怎麼做 那麼我呢就是想 總結一下 就是我們怎麼樣做這個 做決定 就是如果我們就 在這個整整的過程中 我們有很多實質入口 那麼在每一個實質入口 我們應該怎麼做這個決定 我這個經歷呢 就是比較 比較簡單一點 不是像他們一樣 好像有很多辛苦的 還是比較順利 從來沒有找木工 就是一步一步就找到這兒 是比較順利 那麼我也有很多 實質入口 我也要做決定 那麼我呢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怎麼做這個決定 我這兒也有個 Fore information 然後你呢就是 這是我個人的意見 這是給大家參考 那麼每一個人他經驗不一樣 他的believe也不一樣 小明星 有可能 我們每天都可以